我要在這裡公開感謝一下柯文哲 感謝柯文哲讓我這四個禮拜通告真的好滿 賺飽飽 可以加油 我們還是挺你的 對手對手 我有點嚇到 我來看熱鬧而已 你們不要這樣子 我害怕 因為我早上有去柯文哲他家看熱鬧 那我看了熱鬧之後 我知道他送那個連鎮署那邊 那送完連鎮署我就很開心的慶祝 跟朋友去吃吃東西 吃完以後 剛剛就聽到說 他們就是要送這邊法院了 所以我想說那一定要來啊 早上看完 有時有時候 早上有拍到 晚上也要拍到啊 所以我就跑來這邊等 聽說剛剛佩琪姐已經進去了 然後我現在在等 在這邊見證歷史的一刻 因為上次鴻安我有見證到 所以這次文哲我也要見證 你們有打算又待到什麼時候嗎 待到他人進來還是 他人進來應該就可以走吧 他今天好像應該會待在這邊吧 應該會吧 然後就看明天 通常這 通常流程不是就是 進去以後 然後籌保持機 然後出來 然後看看我們就在家裡吹冷靜 看看多久可以籌到吧 好不好 你們怎麼會要這樣 跟柯文哲講就 阿伯加油 我們還是挺你的 因為有時候說小嫂要號召來這邊直接抗議 然後現在好像真的有朋友 對啊 因為還不是就是之前那個館長說 要是阿伯有什麼事前的話 他要號召百萬小嫂包圍這邊啊 然後結果剛剛最新的那個館長的直播 他就講說 呃...他已經不記得這件事了 那尊重他好不好 那他既然不帶隊 那尊重就沒有人了嘛 那我們就是 來門口看看 我們也不要造成那個 警察卑卑他們的困擾 就是晚上也不要來 結果我來看熱鬧就好了好不好 謝謝大家 我真的只在看熱鬧 好多鏡頭 那現在那個通告 其實企業老師真的下車了嗎 喔 我要在這裡公開 感謝一下柯文哲 感謝柯文哲 讓我這四個禮拜通告真的好滿 賺寶寶 我下個月的iPhone16真的不醜了 謝謝管... 不是不是不是 謝謝柯文哲 謝謝謝謝謝謝 好 謝謝謝謝謝謝 謝謝 謝謝